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81集 极净的终点 2 老者眼皮一番 说道 给你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后 修摩海内随意一个城池内的炼气阁 报出老夫孙天之名 到时候老夫必会第一时间知道 说完呢 这老头再次看了王灵义 哈哈一笑 踏着脚下的蹄兽 从一旁绕过 向着远处飞去 转眼间呢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修四平沉默少许 颇为忌惮的看了王灵一眼 没有询问老者所说任何事情 而是沉声道 王灵 我加快船舟的速度 大概两天后就会到达那个地方 有关其内尽致的一切事情 就拜托王兄了 王灵点了点头 立刻在床尾处潭息坐下 右手一点眉心 顿时啊 魔头许立国与第二魔头纷纷散出 徘徊在四周 与此同时啊 他一拍楚无带 金帆飞出 被他记起 这一次在他的操控下 金帆的范围只是把他身子包裹住了 紧接着 金帆化作的黑雾中啊 透出王灵冰冷的声音 秋道友 王某要闭关两日 劳烦不要打扰 邱四平立刻答应 看了一眼后啊 立刻收回目光 专心驱使船舟 加快其飞行速度 两天后 二人所在的船舟啊 已然来到了一处荒凉的山脉处 此时邱四平回头看了王灵闭关之位一眼 沉吟少许 没有打扰 而是盘膝坐下 静静等待 数个时辰之后啊 王灵身体外的金帆 默然翻滚 急剧收缩 最终化成一杆小旗 被王灵收入储物袋 王灵的面色有些苍白 老者的莲花禁制啊 并不是很严密 已然被他破解了一部分 若是想要完全破解 需要一定的时间 只不过这禁制的作用 却是被他在这两天内了解了个透彻 这禁制起到一个定位的作用 其范围 王灵分析啊 应该是极其广泛 周四平看到王灵从闭关中走出后 立刻站起身子 沉声道 王灵 下面就是那处洞府所在了 王灵点了点头 向下看了一眼 随后身子漠然一飘 离开了船舟 飘在半空中 周四平右手打出一道法绝 落在船舟上 顿时那船舟迅速缩小 最后化作巴掌大 被他收入储物袋里 做完这些 周四平身子迅速下落 在四周查看少许后 落在了一处山脉中段的石台上 他右手一翻 那处有一块黑色的石头 口中喷出一口金丹之气 顿时那黑色石头闪烁乌蒙 周四平右手一抛 那石块顿时飞起 悬在半空 紧接着 周四平双手变化法绝 连续打在旗上 顿时那石块上光芒四射 慢慢地向着山体飘去 随着石块距离山体 越来越近 只见一道道水波纹 在山体中出现 渐渐地四荡开来 从这水波纹那样 可以看到旗内有一个半圆形的洞穴 周四平深吸口气 目光看向王林 王林沉吟少许 神石之眼闪烁起来 盯着那水波纹片刻后 他双手在身前迅速挥动 顿时啊 三道残影之圈 从其双手中一甩而出 迅速落在了山体水波之上 在这一瞬间呢 山体的水波剧烈地颤动起来 其中更是冒起无数的骨包 这些骨包不断地蠕动 或是变小或是变大 诡异异常 王林眼都不眨一下 双手迅速在身前挥动 凝聚出一个又一个 尽致残影之圈 就在这时 突然那水波中的一个骨炮 漠然间碎裂 王林目光一闪 身前一道残影圈 急速而出 落在了破碎之地 但接下来 却是更多的骨炮碎裂 王林双手急速 一个个残影静置 急驰而去 分别在每一个破碎点上 都落下一个 这时 越是往后 破碎的骨包就越来越多 渐渐的 王林的速度明显跟不上 破碎的频率 邱四平一直神情紧张 此时看到王林速度跟不上 不由得心底着急 他右手一拍杵带 立刻飞出十个黑色石块 紧接着 他双手连连在旗上点弄 随后漠然间弹出一块 迅速落在了一个 王林来不及填补的 骨炮碎裂点上 他眼中露出一丝肉痛之色 但很快便神情再度凝重起来 双手连连点落 每当有王林来不及填补之处出现时 便立刻以石块补上 王林看到这一切 目光微闪 双手的速度略有缓顿 不易露出一些骨炮 逼得邱四平以石块填补 最终当对方的十个石块全部消失后 王林双手速度再次一块 连连弹出数个劲 只听轰的一声啊 山体上的那些波纹 漠然间自中间分开 露出一条可通行的道理 邱四平面色一息 身子迅速冲了进去 王林目光闪烁 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 洞穴不大 进入后 其内有四间石室 里面灰尘极多 在王林进入后 他立刻看到邱四平 正站在其中一个石室外 面部露出争鸣之色 王林没有理会此人 打量一番后 发现这四个石室 全部都设有精致 他目光投在左依石室 看了少许后 发现这上面的劲致 是最好破解 他略一沉吟 二话不说 双手连续挥动 灵力凝聚双手 打出一道残影之圈 落在了石室之上 顿时啊 那石室轰然一颤 石壁慢慢地上升 王林目光在旗内一望 顿时双眼莫然睁大 这石室内通无一物 只有地面上一个圆形的法阵 这法阵看起来年代颇为古老 但在王林仔细查看之下 组成法阵的那些符号与材料 居然保持得极为完整 而且这法阵呢 王林一眼辨认出 正是那种最少可穿行百万里之外的古传送阵 此阵是古传送阵 当年我师父发现此处洞府时 就发现了这个阵法 此阵虽然因为在石室内的关系 没有风吹雨打 所以保存完整 但开启古阵传送 却是需要极品灵石 极品灵石在整个修摩海内 修摩尚没有听到过谁拥有过 所以这阵法也就从来没有开启过 邱四平转过头 看了那阵法一眼 平淡地说道 王林没有说话 但内心呢 却是怦然心动 要知道 他从古神之地出来后 最想要找的 实际上还是有关古传送阵的描述资料 但在麒麟城 却是所得甚少 按照他原本的打算 是找到资料后 寻找一处古传送阵 亲自修复 但此时眼前有这么一座 保存完整的阵法 那么 完全可以弥补了 没有传送阵资料的部族 唯一可惜的 就是他不知道 这阵法传送的另一端 到底在何方 邱四平伸手指着其余的时事 说道 这左二时事 其内储存着一些经典典籍 不过现在 里面却是空的 那些典籍 当年都被我拿走了 说着 他右手打出一道灵绝 落在了石壁之上 顿时啊 石壁向上抬起 露出其内 空空如洗的时事 这幼儿时事 其内存放的是那上古修士的一孩 不过这一孩 现在已经没了 被师尊他老人家 用来炼制成了胆药 说完呢 他再次打出灵绝 那时事也随即开启 其内果然一无所有 至于我师尊 与大师兄 归息的原因 是在这又一世事 打开后 两个原因 你我各选其一 我师尊的原因 归王兄 王兄 你我初始 虽有误会 但此时一路走来 想必误会 怎么也解释清楚了 邱四平看了王林一眼 缓缓说道 王林目光平静 说道 若是你分析错误 两个原因并未归息 那又如何 邱四平摇头道 王兄放心 我可以肯定 他们二人都在归息状态 而且为了以防外衣 邱某还准备了忧 说着 他深吸口气 从储物袋内 拿出一根紫黑色的香 右手在旗上一点 顿时香点燃了 散发出阵阵弹香之味 弥心香 王林目光一闪 立刻认出此物 这弥心香啊 是一种炼丹的材料 若是配合其他药物 可以起到稳定心神 抵御外魔的作用 但若是单独使用 尤其是外魔入侵的修士 温到紫香 那么伤势顿时便会加剧 体内外魔更是有如天柱一般 邱四平点了点头 平淡地说道 没错 王兄现在可放心了 不过这禁制 有些危险 王兄要小心一些 说着他退后了几步 让出位置 王林盯着那石室 看了少许 右手一动 筋制残影飞出一个 落在石壁上 但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巨大的兽头 默然间从石室内钻出 咆哮一声 狠狠地向着王林吞来 王林神色如常 右手一拍楚戴 顿时啊 进帆飞出 他低喝道 吞 顿时进帆内 默然伸出一只漆黑的大手 一把抓着那兽头 拽入了旗内 紧接着 王林双手连连变化 打出竖道禁制之圈 每当一个禁制之圈 落在石壁上 都会有一个兽头出现 慢慢的 兽头越来越多 但这禁制 却是丝毫没有开启的迹象 休思平眉头为咒 他沉默少许 从储物袋内 再次拿出四个黑色石块 颇为心痛地 看了一眼后 双手连连在旗上点怒 随后默然一甩 分作四个方向 分别落在了石壁之上 王兄 我只能压制 兽头石膝 快 休思平低刻道 王林目光微闪 抓着禁制 默然一挥 顿时啊 其内成百上千个禁制 陡然间一跃而出 疯狂地卷向石壁 这石壁的禁制 王林没有把握 在短时间内 可以将其破解 于是 他选择了第二个破解禁制的方法 那就是强行破除 上千个禁制 一一落在石壁之上 顿时整个石壁 漠然间出现了无数个兽头 这些兽头正要挣扎地跃出 但石壁上的四个石块 此时却散发出一阵阵柔和之光 阻止这些兽头 在这一瞬间呢 禁番内的禁制落在了旗上 顿时一连串的哄哄声中 洞府内落下大片大片的尘土 甚至这整个洞府都开始晃动起来 出现了崩溃坍塌的迹象 弥新香散发出的香气 起到了座位 王林双眼明亮 他几乎在那两道黄光飞出的瞬间 便看清楚 这两道黄光之中 是两个双眼紧闭 身体几乎透明的原因 而且从其虚弱程度上看 随时可能会崩溃消散 此时再经过弥新香这么一摧 这两个原因更是 依然处于崩溃的边缘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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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